原来你这边好像有一个小胡同的 这边有新小区这边是老小区 对面就是一个新小区 你看这小街道 胡同也很多这边 跟我住的地方呢稍微好一点 好像最起码这个是不是窗户 没有那么破旧 这就是你们传说中的山岸里 一个黑人都没有看到 哎呀路对面好多警察呀 这个地方这个警卫力量 分强了这个地方 这个还有一个国际物流 这边小胡同还是非常多的 这边呢又是一个小胡同 四中八达的这边 小总呢是在这个山岸里这边转了一圈了啊 确实没有看到一个黑人一个都没有 所以说那些 各大博主说的那些什么山岸里黑人特别多这个是虚假的知道吧 另一方面呢这个广州山岸里这边呢目前来说我是没有看到一个黑人 也有可能是他们都搬到这个我住的那个地方就是黑人进行去嘛 前几个视频大家肯定也看过了很多的黑人应该都住在那个地方估计山岸里的那个黑人呢已经搬离了吧 另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些特大博主呢把那个我住的那个地方呢说成山岸里 所以就导致大家看视频非常多的这个黑人其实呢这边 撞了一圈呢 没有一个 大家看这边呢其实就是在你什么社区 你看全是咱们中国人没有外国人的更没提什么黑人的一个都没有 所以今天呢我要回应一下网友们评论的那个山岸里黑人很多 一个没有 好了 本期视频呢就做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咱们下期视频见拜拜